这是一台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 它高13.5米长27.3米约四层楼那么高 现在闭上眼想象一下四层楼高的发动机是什么样的 普通汽车的发动机长宽高一般不超过一米 整套发动机的重量高达2446吨 它采用直列14缸设计 可以产生108900匹的马力 你一定想不到这样庞大体积的发动机是由中国公司制造的 这台发动机是专门为超大的巨型货轮设计建造 以柴油为燃料 属于低速船用涡轮增压发动机 仅其中一个钢的排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820升 总排量达到了25480升 它一个小时就能烧掉15000升的燃油 光燃料费用就超过了几万块每小时 一天下来的费用够我们搬砖喝一壶了 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瓦西兰14RTFLEX96C 它每分钟的转速是104转 巨大的专用齿轮弥补了转速的不足 保证了超大货轮的前行 扭矩更是达到了760万牛米 采用的是完善的RTFLEX混轨技术 通过增大形成钢劲比 提高了推进效率 通过采用新材料降低了结构硬力 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耐久性 且具有比同类机械维护更方便等特点 这个堪称巨无霸的发动机 要想完美地将其组装起来 需要多种大型设备组合使用 因为它身上的任何部件都是特别的大特别的重 光一个螺丝都需要借助起重机配合安装 一不小心掉进了螺丝孔里 估计你爬几天都爬不上来 你难以想象 它是整个发动机中最值钱的零件 占整体造价的三分之一左右 估计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随便就能换来几栋大别墅 当这款发动机安装在货轮上时 它能让载重40万吨的巨轮 在海面上以50公里每小时航行 由于整个发动机有四层楼高 所以安装也是分段进行 最底下是驱轴箱 中间是内燃机的主要工作区域 在上面一层则是由三个超大的 涡轮增压废气排放系统组成 最上面就是四个超级发电机构成 完成这个超级安装工程 需要几百名工人一起花费大半年的时间 操作的每一步都需要精心策划 如果出现问题 再倒过来返修将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 这是一台波音747-8的航空发动机 这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之一 这样的一台发动机价值就超2000万美元 但是一架波音747-8就要安装四台引擎 这让拿着2500块月薪的小编直哆嗦 过年回家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坐绿皮车 老式的波音747上的发动机 每小时要烧掉一万两千升的燃油 由于每年的油价都在不断的上升 价不起油的话 大家还可以选择购买电动汽车 但是航空公司没办法用电力让飞机上天 只能寻求减少油耗的办法 于是通用电器研发出了这样一台超级发动机 这也是通用制造的最高效的引擎 它是专门为新型的747-8研发的 不过价格自然也高到起飞 每台引擎最低都是2000万美元起步 它也成为珍宝科技上最昂贵的零件 不过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涡扇和外壳都是特殊的合成材料制造 它比原来的发动机轻量化180公斤 这样算下来四台发动机就是减肥了720公斤 相当于10个大胖子的重量 同时涡扇叶片更少 转速更低使得它成为世界上最安静的发动机 它的原理就是用最少的消耗吹出更多的空气 这样就能相应的降低油耗 空气只有10%与燃油混合 在燃烧室里燃烧 然后驱动一系列的涡轮旋转起来 从而带动前面巨大的涡扇 这些涡扇将其他的90%的空气 从引擎的后面喷出去 从而产生推力 即使它更省油了 但是它仍然能让一架满载的波音747-8 以1000多公里的时速飞行 其中一台发动机的推力 就相当于B52所有八台引擎的总和 从而带动前面巨大的